11月7号上午9点 在著名书法家欧阳忠实逝时两天后 首都师范大学在校内设置灵堂 方便师生前往调研 记者在现场看到 前往献花的师生连续不断 灵堂两侧上百幅用毛笔字书写的晚连整齐排列 均为学校师生自发献赏 先生要求我们所有的学生 必须会做诗填词 会写对联 所以同学们很自然地 也就把这个心情就要想通过这种方式 这个表达出来 叶培贵今天专程前来送别恩师 他是欧阳忠实在首都师范大学 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生 在他的记忆里 老师欧阳忠实在自己诸多名号和身份中 最珍视的就是教师这一身份 他否定人家称他大师 明确强调说我是老师 我觉得这是他自己对自己角色的最大期许 精师益求 人师难得 先生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师 无论是我的这个做人 还是做事 还是做学问 还是做艺术 我的身上已经永远打上了先生的印记 所以那些东西它一定是鲜活的 它会一直在我的身上 这个保存 一直在我身上流传 1985年 欧阳忠实开始创办书法专业 1991年招收硕士生 1995年招收博士生 在30多年时间里 欧阳忠实逐步完善了中国的高等书法教育体系 作为欧阳忠实最早招收的一批博士生之一 谢小青如今已成为首师大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在他看来 老师是教育界的传奇 在这样漫长的30多年的建设里 在全国范围内 第一次完善了 从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 这一套高等书法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 欧阳先生从小学教师一直到博士生导师 在我国现有的学校建制当中 他交变了各个年纪 成就了一个教师生涯的职业传奇 从学生到同事 谢小青与欧阳忠实相处20余年 他的教会至今历历在目 在他心中 欧阳忠实先生从未离去 他的育人思想和理念 将继续指导学校今后的教学实践 截止到今年我们已经共培养了30届硕士和26届博士 毕业生将近千人 现在他们已经在各个岗位上面承担起了重任 同时也是各地高校的书法学科带头人 那我想呢 这就是欧阳先生给我们的一种书教力量 体现出来书法代代相传 所以我想呢 欧阳先生并没有离去 并没有远走 他一直还会以他的思想来指导着我们今后的理念和实践 欧阳忠实是中国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 当代书法学科建设重要开拓者 11月5号凌晨 欧阳忠实在北京逝世 享年93岁 告别仪式定于11月11号 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